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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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次的旅程会由尖沙咀站开始 1967年建议的尖沙咀站位于汉口道和广东道之间的一段海防道 当时他说的沙田线月台位于车站大堂的上面 非常接近地面 对回现在的地图 车站位置就在现在的九龙公园山坡里面 另外 当时建议的荃湾线和观塘线的尖沙咀站 就位于现在海防道临时街市的地底 和沙田线的月台形成十字形的布局 离开尖沙咀站之后 列车就会进入红磡站 当年九龙公园铁路在红磡的新种站仍然未建好 报告就建议佔用部分新种站的地面空间 去做沙田线的月台 大堂就会设置起平台 而月台的东面也都建设设置三条泊车质线 方向是和月台平衡 红磡站之后就会到河文田站 位置在今天的河文田站以东 介乎佛光街、天桥 和毛湖街之间一段基里士南路的地底 车站大堂会设置在月台上面 和九龙城各站的设计是一样的 离开河文田站 列车就会进入土瓜环站 1967年建议的车站位置 和今天的土瓜环站差不多 都是在码头围道正下面 但是67年的方案 会比现在的土瓜环站偏南 为处江苏街至江西街一段 码头围道地底 之后就会到码头围站 码头围站会建议设置起北帝街 介乎木厂街至新山道一段的北帝街地底 之后就来到契德站 车站会建设设置起今天富豪东方酒店附近 石鼓龙道游乐场 对出一段太子路东的地底 紧贴着以前契德机场的停车场和客运大楼 离开契德站 列车就会进入转石山站 1967年建议的沙田线月台 会设置在观塘线月台的正下面 和观塘线以60度交汇 两层月台之间是不设转车大堂 在进入新界之前 沙田线还会在池云山设站 池云山站位置 大概在云华街和玉华街交界处地底 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加详细 关于池云山站的故事 可以按右上角的info card 看回第二集的秘城线 离开池云山站 路线就会穿越獅子山进入新界 到达沙田区之后 第一个站就是红梅谷 为主今日新翠村和田芯村一带 在沙田区里面 沙田线的走线都是设计为高架路轨 而车站结构方面 沙田区里面各站 除了火炭站之外 其他车站都设计为高架车站 月台以两个质色月台面对面排列 在红梅谷站之后 就会来到山下围站 车站设置在今日 真大屋游乐场里面 是呈南北走向的 离开山下围站 路线会跨越城门河 到达位处沙田市中心的沙田中站 车站建设设置在今日 沙田香市会路和沿河路交界处附近 离开沙田中站 就会到夏和斜站 车站就会在现在和斜商场的位置 最後就来到沙田线北面终点 和寮坑站 和寮坑站的位置 和今天火炭站一样 但当年九广铁路还未开始现代化工程 也未有计划 增设火炭站 所以本站就预定为 和九广铁路的交汇转成站 乘客可以跨越台 由沙田线转成九广铁路 而沙田线车厂 就计划设置在本站以北 紧贴着当时兴建的河东楼车厂 在当年的报告 也都建议沙田线车厂 和河东楼车厂共用维修设施 1970年 顾问公司发表集体运输计划总报告书 将原本沙田线 鑽石山以北的路段割置 并将南面的中点站 由尖沙咀延伸过海去到林氏 1970年的东九龙线 连接港岛的林氏和鑽石山之间 中途途径马连纳 鸿磡 何文田 桃瓜环 啟德 和鑽石山 林氏站位于上环站旁 林氏街的地底 当时规划和港岛线转成 在当年兴建港岛线的时候 已经兴建了林氏站部分月台结构 预留结构是位于现在的东大堂 或者伊出口的位置 如果有兴趣 和海员俱乐部之间的一段中间道 设置马连纳站 当时规划的马连纳站 大概就在现在的国际电讯大厦 就是尖沙咀邮政局 尖东L1出口 对出的中间道地底 离开马连纳之后 九龙段的走线 和六七年方案是相当接近的 但有两个站是值得留意 首先 东九龙线的红磡站 由地面改为设置在九广铁路月台的地底 在图籍里面可以看到 东九龙线在九龙总站地底的走线 以及中层通道可以加建东九龙线大堂的位置 中层通道地铁大堂的位置 就大概会在这里 其次 码头围站的预定地 由北地街改为谭公道 和六七年的方案相隔一个街口 说起东九龙线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 临时和鑽石山的预留位 但其实九龙城也有铁路预留地 大家路过谭公道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建筑物和马路中间隔着一段空地 而这块空地 正正就是为了东九龙线而规划的铁路预留地 是政府在七十年代 趁大厦重建的时候收购而成 而因为遷就东九龙线走线的关系 长城大厦的外场也略为情弯曲状 而在工商银行大厦 李幻记云石公司的铺位 也埋藏着地铁的预留出口结构 先前创开遗珠 也有对谭公道一带预留位 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记录 如果想看更加详细的资料 可以参与在留言栏的连结 在1972年 政府公布十年建屋计划 增加在沙田建造房屋的规模 并且聘请了顾问公司 重新审视东九龙线 延伸去沙田的可能性 而顾问公司就建议 鑽石山站去更改月台配置 也都建议东九龙线 延伸去慈云山方便列车掉头 至于月台详细改了些什么 接着就会讲到 在76年 政府公布第一次整体运输研究 布局里面的东九龙线 并未在池云山设斩 路线区间就维持在鑽石山去到林市 在鑽石山的转乘安排方面 一份75年 港上兴建地铁的文件 提到 由1967年提出沙田线开始 到正式兴建鑽石山站 中间就经历了两次转变 1967年 沙田线的方案里面 车站一共设有三层 最顶层是车站大堂 下一层就是观塘线月台 而最底层就是沙田线月台 观塘线和沙田线月台 都是窒息月台设计 月台之间是没有转车大堂的 而1970年方案里面 鑽石山就会有四层设计 最上层是大堂 然后观塘线月台 再下转车大堂 最底层就是东九龙线月台 而因应沙田线 沙田段被各自 东九龙线的北面终点站 改为鑽石山 顾问公司认为 路线其中一边的终点站 需要用三线设计 以将行车间隔 加密去到两分钟一班 所以鑽石山站 就被设计为 双倒式三线设计 同时观塘线月台 也都改为倒式设计 并且在两层月台之间 设置转车大堂 刚才说到在1972年 政府公布十年建屋计划 而找了顾问公司 重新审视东九龙线 延伸去沙田的可行性 根据75年的文件 当年的报告 建议鑽石山站去修改设计 配合地铁延伸去到沙田 带来额外的下流 并且提出两个方案 分别是 Developed Further Study Scheme 基于1970年方案作出微调 以及 Revised Arrangement 重新设计月台排列 以下分别简称为 A方案和B方案 在A方案中 报告建议 官堂线 在岛式月台两边 各家建一个側式月台 并且以西班牙式月台配置 两边月台自公上车 中间月台自公下车 增加乘客上落速度 来应付官堂线最频密 2分钟的班次 同时也建议 将车站大堂 设置在官堂线下行上车月台的旁边 以减低建设成本 当时顾问公司认为 东九龙线延伸去到沙田之后 因为有大量乘客上落车 而导致鑽石山停站时间过长 可能会阻塞后面的列车 而影响班次 因此在繁忙时间 东九龙线比较繁忙的方向 是会需要用两个月台 比列车梅花简触地进出月台 令列车有较长停站时间之余 也可以确保在频密班次之下 列车不需要停下去等入站 所以建议保留 双导式三线月台的设计 但是这个方案 就会有几个致命的缺点 第一 因为转车人流大幅增加 扶手电梯和转车大堂的使用率 也会大幅增加 第二 官堂线新增的一对 质式月台的扶手电梯效率会降低 同时间 上行线上车的乘客 和官堂线下车的乘客 出入站都要经过转车大堂 才可以往来出口和月台 代表转车大堂的人流会大增 并且预计转石山站 需要45组扶手电梯 所以决定不采用A方案 重新设计转石山站 当年顾问公司指出 重新设计后的转石山站 必须符合以下的原则 第一 官堂线路轨两边 必须都有月台 以减少停站时间 第二 东九龙线同一个方向 也都必须有两组路轨 两组月台 去维持相同的停站时间 第三 需要提供东九龙线 和九龙湾车厂的连接线 重新设计后的转石山站 简称为B方案 月台采用5线 4个倒式月台的设计 最外面1和5号路轨 就会是东九龙线主线 2、4号路轨 就是官堂线月台 中间的3号路轨 就是东九龙线 在阀王时间使用 但要留意的是 官堂线在B方案里面 是以左上右下行驶 但东九龙线 就以右上左下行驶 在朝早繁忙时间 东九龙线 往临时的列车 就会梅花间足停靠3号 和5号路轨 两边下车的乘客 就可以过对面月台 乘搭4号路轨的官堂线列车 而2、3号路轨之间的倒式月台 就会暂时关闭 在下午繁忙时间就相反 东九龙线 会梅花间足停靠1号 和3号路轨 乘客在2号路轨的官堂线月台 下车之后 就可以直接去1号 或者3号路轨上车 而3、4号路轨之间的月台 就会暂时关闭 而非繁忙时间 只有1、2号路轨之间 以及4、5号路轨之间的月台服务 3号路轨 也都会用作东九龙线列车出入车厂之用 而因为这个设计 就算东九龙线最后不延伸去沙田 也都必须先延伸去迟雲山 方便列车掉头 重新设计的B方案 除了可以解决A方案的问题 也都可以将车站分期兴建 减低初期的兴建成本 在兴建官堂线的时候 只需要在2号和3号路轨之间的倒式月台 月台的两边也都只需要兴建半永久的墙壁 方便未来扩建的时候拆除 大家路过鑽石山的时候 望进去隧道也都可以见到 而在鑽石山至彩虹的隧道 部分位置也都有如流隧道管道 虽然隧道是漆黑一片 乘车路过的时候都很难见到 但是大家可以去屋宇处 参与铁路保护区的途绩 就可以望到相关的预留位置 在大堂也都曾经有扶手电梯的预留位 现在就被改建为楼梯 70至76年的东九龙线方案 服务范围都是九龙至港岛 那么沙田段呢? 可能以大家的认识 沙田线、沙田段自从1970年 被东九龙线取代之后就被割置 但一直以来 沙田段的规划和预留地都从未停止 沙田也保留着不少铁路预留用地 当中有些地方 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下一集的未成线 我们就会带大家看一下 沙田线、铁路预留地的变化 和东九龙线被割置的故事 多谢收听铁路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